来这个今天我们这一小时 先来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先来请教一下亮哥 国防部呢公布了在台海周边又有共军 有解放军机六架次共建两艘次 但是呢同时还公布了什么 是气球 说气球也来了 空飘气球多少 两枚而且还越海峡中线 哇我就看到这个资料 我说国防部现在是怎么样 很认真的在公布资讯 第二次第二次 第二次 对 之前都公布气球 是啊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以前我们都是说 这个有越过什么 飞到什么这个台海上空 那种资讯我们都要看日本的资料 现在都不用了 国防部不但是告诉你几架军机 几艘军舰 解放军甚至连空飘气球的资料 它可也都是什么 可都也紧盯 而且也是一一的公布出来 还秀路线图给你看 这个所以意思是什么 路径都告诉你了 国防部现在是认真公布 亮哥 是跟选举有关吗 我们的理解应该是他都知道了 那只是选择性公布 那现在做这件事情 我以前有在公布军舰吗 我请问你 军舰 都是空军总部公布 都是绕行的飞机嘛 是啊 你有听过公布军舰吗 比较少 根本没有啦 那个海军的军舰 可能距离更近 而且会停在那边不动 飞机是一定要走 是 不可能停在上空 所以他知道公布军舰 会引起更大的恐慌 所以他没有公布过军舰吧 那气球我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才不相信 才不相信这两次 一定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要公布 而且他飞的地方 看起来是在收集水文 应该是以收集水文为主吧 你看那个位置 这边 是啊 你看以前我们都是什么机 反潜机啊 什么轰炸机 都是机啊 对不对 尖系列啊什么的 现在是探空气球Balloon 2 对啊 那军舰的绕行的位置 他就没告诉你啊 到底不是讲 共舰二艘次 对 那请问是开哪里啊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是 所以这个就是 好啦就看一下啦 跟选举快到了 没有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不可能现在 他知道这样会中计嘛 所以他不会做很大的动作 对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本来就有的训练 是是是 好 可是这个韩兵 你知道在今天 美国印太司令 他又讲话了 他甚至就是直接讲说 明年1月13号 台湾的选举 到时候解放军 可能又会有动作 所以还就是在那边警告 就是不要再轻举妄动 这是今天这样印太司令 还特 美军印太司令又这样讲 那所以是怎样 刚好而已啊 美国国防部这个时候呢 就赶快宣布 说国务院批准对台训安系统 作业维持军售案 价值约3亿美元 而且呢 渴望一个月之后 这个案子就正式的生效了 那台湾方面呢 总统府现在就说 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的第12度 宣布对台军售 今年的第4度对台军售 那我就很好奇的是说 到底现在他 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军售 它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亿美元的内涵 到底是包括了些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提升 我们的新安系统的性能 那因为有一些电脑 可能相对已经比较老旧 那有一些资料需要更新 那再加上一些维护 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贵的东西 所以随便更新升级一下电脑 就是3亿 3亿美金很可怕 很可怕 对啊 好贵的电脑升级 对就是为了电脑升级 还有整个 整个指管通勤的系统升级 难怪有网友就说 现在美国又把台湾 再当一次提款机了 那个其实说真的 这个我们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能够买 就只能跟他买 没有别的国家卖 所以如果我们 除非我们不想要有 想要有的话就只能跟他买 所以就是只能人家开价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买的别人家贵 也就只能认了 但是重点是这个系统 对我们有没有用处 其实是有用的 这个系统是有用的 问题就是 他现在愿意帮你升级了 可是问题是 他升级到什么程度 然后我们可以掌握的资讯 到底到什么地步 也就是我们跟美军合作的 这些系统通常都有个大毛病 就是这些系统的第一时间 其实是美军先知道 包括一些比如说敌人在什么地方 数量是多少 做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都是美国先知道 然后美国判断之后再决定 要不要让我们知道 所以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掌握 是美军第一时间掌握 他要先筛选过滤那个资讯 他认为有一些东西不必要告诉你 或者你不需要知道 那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时候 其实不是帮我们自己在守卫 很多时候是帮美军在负责监视解放军的动态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钱你不花也不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的处境 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可是这一次这一个老共反应很大 他直接说要制裁美国企业 对他现在这个汪文斌今天有回应 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美方是公然违反一个中卫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再一次的宣布向台出售武器 中方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其实还没完 他有特别谈到说要应对要制裁 是他有要对这一次 就是卖台湾武器的这些厂商 直接给他制裁 对 对啊 那这个就是开始升高一些某这种层性 就是说那个采取反制措施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采取提出 然后什么样的反制 因为他没有直接点名厂商 所以他到底是对所有的厂商都会这样做 还是针对里头特殊一些厂商这样做 所以这个还要再看 因为我觉得大陆每次这样讲话的时候 都是保留一定的弹性 不要把自己说死 好像到时候你不做也不行 那我觉得他也是要看美国的一个反应 到底如何 那有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表态 所以他真的到底会怎么做我们再看 可是美国每次都说明年1月13号会发生什么 我根本不认为会发生什么 他要对你动什么手也要等1月13号以后 1月13号以后等选举结果再看整个状况 那他没事在1月13号那时候动手干嘛 他有毛病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就是鬼扯 他根本不可能选在那个时候动手 是啦 不过美国这样子说 他们的军事将领也常常都会对这些 发言我想我们大家都听得非常的习惯了吧 可是这个介大使说实在的 我们在讲军事国防这些话题说实在 我们看到台湾自己本身 你看我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一直不断的在 也是有募兵的问题 你们刚刚我们第一个小时在讲 美军募兵难台湾也是有困难 那除了人力的问题之外 现在就是因为有人力不足的问题是吗 国防部已经讲要放宽军官士官 志愿留营甄选的条件 本来要连续三年考基甲等以上的条件 变成是最近三年考基两年甲等以上 一年以上 一年可以以上 就放宽了 这个没有东东甲等以上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就是说 以前我们都讲是宁缺物烂 还是要有够好的素质 现在呢大家就把它倒过来了 不是宁缺物烂 是宁烂物缺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只会越缺越大吗 杰大师 对他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 台湾的军人啊 这些职业军人的薪水 待遇啊 真的实在是低得恐怖啊 三万七千块 那你叫人家军人 军人的服务是不是三八字啊 就是说工作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 这个好 这个睡觉八小时 不是啊 军人的工作是二十四小时 我们都当过兵啊 一进入军营里面 你就是二十四小时在工作啊 你吃喝喝喝 全部在军营里面啊 所以军人的 军人是一个非常 一个高度耗时 而且艰苦的工作 而且在真正他执行任务 是用生命来执行的 哪一工都用生命 来执行他的任务了 所以给他三万七千块 拜托啊 林非凡一个月就九万了 他现在已经不是零九万 大家没忘吧 他现在已经十一万 现在零十一万了 零十一万了 零十一万对 他每天出来讲讲话 然后坐办公室吹吹冷气 然后有些什么 有些姓烧尔案子 他给他包庇一下 就做这样子 一个月拿十一万 那人家军人在干嘛 对不对 你现在不管是 林缺物案 冤案物缺 你这种薪水 你还有什么好 你还有什么好挑的 我就这样讲 所以呢我觉得 我觉得民进党这个 基本上就是朝鲜人民 嘴巴说重要的 结果然而来 给人家这种薪水 然后呢 把这个志愿意的 把它一下搞到 两万多块钱 那就是从四个月 变成变成多少 变成变成一年嘛 对啊 当然是有必要啦 不过整个资源配置 非常大的问题 然后整个他们现在 基本上 为什么现在不断的放宽 这就不是准备在打仗吗 这就不是台海兵凶战委吗 为什么过去我们在兵员上 我们在这个服役上 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短 我们人数越来越短 军员不断的裁员 为什么蔡英文上来以后 军人也要增加 服役时间也要增强 军费要增加 然后跟美国搞的军事合作 搞得火热 为什么呢 就是你两岸搞得紧张了嘛 这种钱 这种我们说实话 我以前在比利时的时候 你知道 我跟比利时军方的 一个军方人士交往 我说 我说你们比利时有多少军人 他说我们只有五万人 我说哇 然后我去他的办公室 我看那个比利时的外 那个国防部 跟我们区公所差不多大 小小的 非常小 然后我跟他谈一谈 他说我们的国防 主要靠外交 你知道 今天我们这些要搞国防 你真是你要去在里面 去把这些军兵 你六十万大军 一百万大军 你现在军费六千亿 你搞到一兆好不好 你能够解决 所以今天台湾要安全 今天台湾要怎么样 要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保障 你把两岸关系搞好 你就没事了 你就不必天天被美国 塞这个武器 丢那个丢那个丢那个 丢那个弹药进来 你才非买不可呢 你不要年轻人 本来四个月就可以 就可以退伍 你要给他搞成一年 对这就是因为你 政策其他方面的失败 那你两岸关系 一定要搞到兵凶站委 对不对 所以民进党是把台湾 搞成兵凶站委的主要的 这个就最大的 最大的这个 祸首就是他 然后呢 他用补锅法 你锅子交给他 把你那个破洞给你 就越敲越大 那就表示我很重要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你锅子有个破洞 你给他小碰 就把他围起来 不是民进党拿到一个锅子 给他修理 他先把你洞给你敲得很大 然后呢 跟你要钱修理费 跟你要三倍五倍 这是民进党的做法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民进党 这批人 他的意识形态 就是害台湾走向战场 他的做法就是 害台湾走向战场 把台湾不习一战的方式好 然后扩大军费 然后中保四囊 对不对 现在所有的这些军购武器 你看看 那些都要国造 国造都交给哪些厂 庆赋 庆赋是什么厂 对不对 你现在你那个 你那个 你那个浅间国造 你能交代清楚 你的开标过程吗 对不对 你是不是跟那个什么 你那个追加预算 不是跟那个林志坚 在那个新竹修棒球场 一个样子 没有他很多都说 涉及国家机密 所以不能公开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能公开 捞钱啊 对好 不过这个讲到 平常呢 说要加强训练 你不要说是这个军人 兵役的时间延长 亮哥 其实就一般的小老百姓 现在也要什么 加强作战的观念 所以黑熊学院 不是就说 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正在做这样的努力吗 可是他们现在呢 却告诉你说 中国大陆啊 认知战才可怕呢 尤其是现在要选举了 他们还要用抖音来渗透你啊 那你看 现在黑熊学院忙了个半天 就是在跟你讲这个 自由时报上这个 清律的媒体 不也是吗 还告诉你说 他们是锁定青年族群 散播威吓 是中国介入选举 然后又再说是抖音的问题了 扮演主要的影响力了 而赖清德呢 你看他们这个赖阵营 竞选中部主委姚立明就告诉你说 中国介选事件平传啊 我们要努力的什么 检举步伐 阻绝境外势力的渗透 而且还祭出了最高奖金 2000万元耶 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家园吧 哇亮哥 现在是要怎么样个检举 还要祭2000万的奖金 这个奖金是要怎么拿呀 我第一次看到禁总在提供奖金做检举的 竞选总部啊 这个内政部就可以提供啊 这个就是作秀啦 简单讲就是姚立明没有角色嘛 所以偶要出来抢新闻啊 就这样啊 所以现在不能说我要去跟谁检举 然后我也想拿奖金哦 不是啊 因为现在真的搞不好有检举达人 都想准备动起来会不会 这个没有人会相信啊 这个怎么可能去跟姚立明检举嘛 是 坦白讲啊 自由时报也不需要回应啊 因为这也不是政府的立场 你如果政府要进抖音 你就明着来嘛 对啊 为什么没有人敢提案 你敢吗 唐凤敢讲吗 林又昌敢讲吗 等他们两个讲我们再讨论啊 干嘛呼应一个没谁评的媒体呢 对不对 那个媒体错误百出啊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 对啊 事实上就是他自己在造势嘛 就这样而已嘛 比如说他今天写了一个社论 说这个贸易壁垒调查 就是把武器 把贸易武器化 我就在等经济部讲这句话 你经济部如果讲贸易武器化 那你就等着被挨打嘛 可是目前只是 那个报纸的社论啊 那我基本上就懒得回应啊 他又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 对 对不对 所以我就看你基地部 敢不敢这样讲 对 一样嘛 抖音也一样嘛 那 那看抖音 像年轻人很多看抖音 好不好 那抖音里面呢 有好多随便一划 就科目三 举例来讲 那跳个科目三 学个科目三 事实上美国也有研究 也是被统战吗 没有啦 还是抖音上会红主要是因为 音乐舞蹈跟众议 还有个人秀 那都是不是政治的 事实上它的政治的内容 我认为只有10% 相当少啦 所以你会去专门注重 什么TikTok的政治秀 对不对 那就是你心里有病嘛 我跟你讲 你更容易接触到的是Line 我认为台湾的假消息的传播 造成最大的是Line 而且Line在台湾的使用人数 超过2000万 很多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YT YT有一大堆假新闻 还有脸书 对嘛 我的意思是说 那刚好这三个都不是中国的 对啊 你有没有发现 而且事实上像脸书啊 Instagram 这个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人 喜欢用Instagram 结果Instagram里面 跳出来的很多呢 也可能是什么 就是抖音的那些小影片 是嘛 人家会转贴过来嘛 所以我说 我说这种就是很蠢的 我跟你讲 美国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美国比如YT 我举例啦 YouTube 央视就直接搬上来了 中国的各地方的卫视 也都搬上来了 有啊 对啊 美国有禁止吗 没有啊 是啊 那你等于是透过 YT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各电视的节目 对啊 包括 包括央视 有啊 那你怎么不去进YT啊 我在抖音牌 不可能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如果真的觉得 那个大陆的力量会渗透 那其实影响最大的是YT 是 林楚音曾经2014赴中国交流 质疑国民党去就用反渗透法抓起来 那如果要用这样的标准的话 那请问林楚音2014年曾经参与过两岸文化连移型这样的一个活动 当时也在媒体啊 而且还在那边 你看我们特别还把他用圈圈 把他框住 那不就是现在的这一位林楚音委员吗 那他去对岸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当时还在表演呢 那林楚音当然对此也做了回应 可是问题是 怎么就是他们可以 那其他人就都不行 是绿能你不能啊 不要忘记 这个现在民进党这种双标 真的是还不少 没有其实两岸之间交流本来没有什么 可是是谁把这件事情搞得这么奇怪 就是民党自己嘛 那林楚音当年是被三立派去的 没有错 对 那问题是你去了 你在那边唱什么歌 嗯 他那边唱三西纳鲁湾 哎 哎 三西我还特别去找三西纳鲁湾 是啊 就没有啊 他们就改编歌词 改编的 大家好玩嘛 就唱你三西有纳鲁湾 台湾有纳鲁湾 嗯 那就这样唱好玩嘛 那你们当时不是和乐融融吗 嗯 那为什么你可以跟中国大陆和乐融融 你们还捏造了一个三西纳鲁湾 结果你们都没有事 那请问一下你这样为什么不算是被统战 嗯 为什么其他人去 现在台湾 有一些里长自费去中国大陆旅游 然后回来也要被调查 嗯 说是被统战 嗯 你们这标准会不会太离奇了 是 所以林楚音那个 林楚音那个解释根本是 问东达西啦 嗯 人家不是质疑说 你不能去中国大陆 嗯 人家质疑说为什么你去了不算统战 他讲的是说还有其他的媒体 他们也有都获邀去参加 那又怎样 所以咧 对不对 是有其他媒体去啊 本来就是应该的啊 可以啊 很好啊 本来就可以啊 对 我有去 亮哥也去了是不是 去98个人 是啊 所以啊 去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本来就没什么啊 对啊 这也没什么了不得 不能说你那时候去去了 然后现在说 哎你们为什么要去 你们里长为什么要去 然后有没有接受招待 所以这就是莫名其妙 照理来说 检调的顺序应该是这样 我先拿到相关证据了 证明说你在那边有做了哪一些事情 或是接受哪一些统战 或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你在约谈他 问他这个证据到底是真的假的吗 是 再去核实这个证据 现在不是耶 现在是只要他有去就有问题 然后一个一个问 尤其是国民党的里长的话 特别问说 那个老共有没有跟你讲的说 要你这次回来要投票给谁 你问这个干嘛 那民进党的里长你为什么不问呢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据我所知中南部那一里长 去过中国大陆的一大堆 对 那你一个一个问啊 那你为什么不问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